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請你再按照我放在雲端講義上面的步驟 記得存檔的檔名一定不能存錯 一定要用HTML5,你不要選錯了,因為之前同學蠻多就差一個步驟 就十萬八千里了 老師為什麼我的畫面看起來跟你不一樣 那就是要看你哪個地方 只要有一個環節做錯,那就是錯了 OK 一樣啦,所以你會發現設計工作真的要非常嚴謹 一個地方都不能出錯 所以變成說你要對這個環境很熟悉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建立JQuery Mobile的四個頁面 特別JQuery Mobile 它裡面的話呢,特別注意 主要用JQuery Mobile,主要就是做手機App 也就是說呢,我要在 這個網頁裡面呢,插入有頁手沒有頁尾的頁面 OK,那怎麼做 另外的話,總共會有幾個頁面 總共四個頁面 那名稱分別為 Home,然後Page123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要建立那個 這個什麼,頁面的部分 請你先找到 分割裡面特別重要 請你游標,我是建議 可以放在Body跟Body中間 因為其實 基本上 我們將來看到的東西還是放在Body 那Head這個 頭的部分 先不用管它 反正上面部分 基本上先不用處理它 那 如果Body跟Body中間 如果沒有控開 一般習慣你自己再把它控開 按個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切到傳統 所以呢,你會發現這邊有個JQuery 本來是常用 請你把它點擊這個JQuery Mobile 這個上面每個功能 超連結啊 什麼什麼這些 也許你可以再稍微把它了解一下 因為這樣每個功能 將來我們 有時候都會用到 所以 裡面哪些功能 也許稍微把它 稍微run一下 那主要我們是利用這個 叫做JQuery Mobile 的 相關功能 也就是說呢 可以透過它 幫我自動產生一些程式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可以啊,沒有問題啊 網路上其實很多教學 都叫你要自己打 但問題你自己打的話很累啦 OK 而且很容易打錯 那 所以呢 我們當然有工具的話 就利用工具 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先找到有JQuery Mobile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頁面的話 表示什麼 你沒有設計 沒有把設計師 改成傳統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進到裡面的話 它可以插入什麼 JQuery Mobile的頁面 這個頁面的話 也是針對手機App來的 還有呢 可以插入什麼 檢視清單 就是List View 然後呢 版面格線 等等的 這一堆啦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會用到第一個 插入頁面 所以你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馬上會跳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呢 因為呢 這個 這個什麼 JQuery Mobile 它實際上呢 就是幫你 怎麼樣 把那個你的網頁變成 手機的App畫面 所以它裡面會幫你安裝很多的外掛 所以喔 待會的話 你這邊直接按 按確定好了 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網站裡面會多了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的話主要是 它 會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包含哪一些你會發現喔 包含這個 這個什麼 主要是這個啦 JavaScript 有沒有 JavaScript這些程式 CSS的就是樣式 樣式表 然後還有什麼 JQuery JQuery是做網頁用的 所以它也會引用進來 大概會這些啦 那目前的版本都1.0 所以你甚至呢 可以到它的網站去更新 其實更新的話有什麼好處 畫面的話會變更漂亮 比如說那個 掌 所以我們先做 舊版好了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再教各位 怎麼樣去更新成新版 讓它變 畫面變得更漂亮 不過我們先用簡單一點 這些都不改 按確定 按確定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頁面 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名稱叫Home 所以總共會有 四個啦 所以這邊第一個叫Home 那我這邊有提到 第一個頁面的話就是 四個頁面都是有頁尾 有頁手 沒有頁尾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這樣 記得喔 這個頁手要打勾 頁尾不要打勾 按個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增加什麼東西 喔 這邊我們要發現 上面突然增加了一堆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就剛剛那個外掛 這個你不用管它 主要呢 就在body跟body中間 它會幫我增加一個DIV 有沒有發現 這個DIV就是類似一個什麼 一個板塊 那這個板塊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開頭在哪裡 開頭在這裡 DIV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這裡 斜線DIV 然後它有一些屬性 它這個屬性叫什麼 這個屬性 叫Data Raw 它的這個Data 資料的角色 是一個Page 它是一個Page ID是一個 號 這個我們自己打的 OK 然後 有頁手 頁手在這裡 所以一樣是DIV到DIV 然後 Content 內容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DIV裡面又分成兩個DIV 一個是 頁手的DIV 一個是內容的DIV 哇特別注意喔 你那個不能錯亂喔 如果 假設之前有同學不小心把其中一個DIV的尾巴給刪掉 有頭沒尾那怎麼辦就壞掉了 這個網頁就壞了 那怎麼辦 你乾脆從來算了啦 不然的話是很難找 之前幫他看 原來你把 不應該刪除的刪除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已經產生第1個 但問題第2個怎麼 第2個我要怎麼產生 那因為我們已經產生一個 Home 還有Page123 那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1個方法就是 再到什麼呢 這個特別注意喔 記得喔 頭跟尾的外面喔 再按Enter 在這邊怎麼樣 記得喔 一定要按Enter 然後再插入第2個Page 第2個Page名稱叫Page1 一樣有頁手沒有頁尾 按個確定就好 有沒有發現 他又增加了一個 這個方法才是正確的喔 記得喔 之前有同學 做錯了 為什麼 因為喔 他把這個頁 第2頁有沒有 優標記得喔 他好像沒有 沒有把它分開 他就直接在哪裡 在這個裡面有沒有 直接就插入了 就是說在這個頁 手 這個什麼 Home裡面喔 我不知道他放哪裡了 他假設放這裡 再插入個頁面 然後你會發現喔 他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 第1頁的裡面 這是錯誤的喔 而且蠻多同學發生同樣的問題 所以要特別小心啦 記得喔 插入頁面記得一定要是放在哪裡 放在 斜線body跟斜線DIV的中間 再插入第2個頁面 怎麼做呢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跟這個好像很像耶 好像只有插ID的名稱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不用插入我直接拿這個複字 貼到底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D等於3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頭尾一定要 要把它怎麼樣 要放在對的位置喔 你千萬 記得喔 不要把那個什麼 一個頁面裡面又放頁面 如果一個頁面裡面又放頁面 那就出錯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會做出總共有 12 3 4個頁面 那這4個頁面分別要放什麼呢 其實特別注意喔 這個首頁喔 就是我們待會要做的 其實這個 Page 1 裡面請你就開啟什麼 開啟剛剛我們那個什麼 練習檔裡面的102 不是有個Data嗎 Data裡面的話 請你 再來就是把 Page 1裡面放最新消息 它的title就放這個 然後內容的話呢 就放什麼了 內容部分的話 就是放它底下的這些東西 把它複製 直接就貼蓋過去就可以了 放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 第2個是什麼 新書登場 然後就把它貼過來 就第2個內容 然後再來就把這個 直接貼過來 然後這個的話 所以其實等於是Page 123就分別放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那個 練習檔裡面的這些東西 把它複製 貼過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1階段 只是說這邊 這邊的話 做什麼 其實基本上我們要做的 就是長這樣子 頁手裡面的話 先放一張圖 然後再放什麼 放一個Netbar 再放一個List View 點擊它可以連過去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再把重點回覆一下 1 記得喔 一定要確定你是不是傳統 有這個東西 2的話呢 記得在Body跟Body中間 插入一個頁面 OK 那 最後的話 記得把它存檔一下 儲存檔案 不過儲存檔案 他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複製相關檔案 你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有哪些變化 請你看一下 這個網站 的哪個地方 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你就把它怎麼按重新整理 你會發現它多一個目錄 這個叫 JQuery Mobile 也就是他把一些相關的外掛 放在這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絕對不能不見 不見的話 你要做外掛的動作就會消失 OK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然後分別放 Home Page1 Page2 Page3 123 然後分別 把他們裡面內容 把Data的東西扣過來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Home裡面 怎麼做 畫面再還給各位 你們好